好 大家来看到是民进党中指委洪志坤 日前才在脸书上批评 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的竞选团队 把少数的派系把持 排挤前国安会秘书长邱毅仁 那我们又想到今天记者就在 蔡英文竞选办公室的外面 捕捉到邱毅仁的身影 那么党中央说邱毅仁是在竞选总干事 无奈人的邀请之下 担任咨询顾问 排挤之说根本是无稽之谈 蔡英文竞选办公室楼下 记者守了一个上午 终于等到了 只是不管记者怎么问 邱毅仁就是一句话也不说 2008年扁政府下台后没多久 邱毅仁就因为被控 诈领机密外交费50万美金 遭到起诉 坐了50天的牢 出狱后在屏隆乡下务农种番茄 今年8月台北地院审理 判决邱毅仁无罪 但特征组随即提起上诉 官司还要继续缠送 不过个人事小 如何把民进党打赢2012 这一仗势大 邱毅仁在党内同志力摇之下 已经决定加入蔡英文竞选团队 他就是我们的政策咨询顾问 那现在他的南部的这些农作 也高一段落 所以在上个礼拜 吴乃仁竞选总干时也特别勤商 这个邱毅书长希望他能够多一点时间留在台北 能够帮忙这一次的一个选举跟有关政策的咨询工作 陈金帮陈水平打赢了两次大选的邱毅仁 足智多谋 是民进党内公认最好的操盘手 2004年立委选战 轰动一时的割喉割道断选举战略 就是出自他之手 其实大选开打没多久 就传出了蔡英文和邱毅仁有接触 但却迟迟没有下一步 直到现在邱毅仁才归队 当年因此盛传 蔡英文竞选团队被少数派系把持 刻意排挤邱毅仁 没有这个问题 选战我们目前为止 包括各派系或者是党内的 所有的这种过去 长期在党一起打拼的这些同志 那我们在选后还是会进行 选举前还是会进行最后整合的工作 党中央否认排挤之说 但不能否认的是 选战开打以来 苏家权农舍风暴烧得全党上下 焦头烂额 一向擅长的文宣战也施展不开 危机错理和主讨议题的能力 都受到了质疑 球员的加入 能不能改变现在的竞选节奏 能为蔡英文带来多少选举能量 蓝绿都在等着看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